趁着夜色,这头野猪马力全开,直接朝着高速休息区的餐厅冲去。 进入室内后,慌不择路的野猪直接撞上了餐厅的柱子,把正在餐厅吃饭的人们吓得跳上了桌子,四散而逃。 而相对勇敢一些的人则拿起椅子准备自卫。 眼看一无所获,野猪又闯进了超市,一通横冲直撞后,夺门而出。 刚想进门的人们看到有野猪冲出来,赶忙向两边跑开,给野猪让路。 虽然休息区安装了双重钢化玻璃,可依然阻挡不住野猪的闯入。 尽管这场野猪惊魂事件仅造成一人擦伤,可事实上,野猪出没事故,在韩国几乎每年都会上演。 尤其近两年间,仅经济道地区,事故频率就增加了两倍。 韩国KBS电视台报道称,由于首尔及周边地区解除了准备,